大家好,欢迎来到修仙奇缘 今天继续讲另一宇宙来的人,杨子的故事 奇特的预测方式 由于一些事实,接连被杨子言中 我从开始怀疑他,逐渐变为信任 甚至发展成请教 他居然充当了我的顾问 有时候,我想了解一个人的实力 一下子又没那么多时间,就问杨子 他是几号人? 杨子歪着头问 什么几号人? 我不知道,我听不懂他的话 杨子就给我讲,人是可以分型号的 每种型号的人都有一定的活动规律 比如,七号人遇到星期天或者待期的日子 情况就特别顺利,到有些日子就不行 我告诉你,人怎么分型号 主要是看他是几号头 头和头之间要互相搭配,人才能合作 像你这种人是三号头 和三号头的人就不能合作 要和五号头,六号头合作 用他们的长处,补你的短处 两人一样,号头的人在一起就要吵架,打架呢 杨子认真讲解着 而我则想听天书 学了很久,还是不会分型号 没办法 以后杨子就问索要册的人的名字 赵宝英啊,你看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人呀,是个大官,是大官里的小官,但是比中官里的大官大一点点,懂吗? 杨子说 他有自己区分级别的办法 官分三等,大中小 而大中小三等里,又各分三等大中小 这样就将官分为九品了 他这是说,此人是高级领导中的最低一级别 他说的对,此人正是这种职务 如果说到财产时 他也是用大中小财区分 分为九等 这完全是无师自通的分法 更奇怪的是 平时他是一个急顽皮 比男孩子还调皮的小姑娘 像是什么也不懂 一旦你向他请教时 他若认了真 仿佛一下子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有时令人好笑 有时令人毛骨悚然 记得有一次我要去找一个领导 问他这位领导怎么样 他就学起那领导的样子来 他双手插腰,肚皮挺起 头昂得老高 脚步慢慢地,一摇一晃地走着 做出一些指手画脚的姿态 脸部表情严肃 嘴角下撇 让法令文显露出来 并不时地说 这领导心里想的就是威风 威风 哼 哼 威风 那怪模样 叫人看了 忍不住会捧腹 他还告诉我 你看人家大官 都是说话慢慢的 不着急 这个是 嗯 就这样吧 嗯 好 小人物说话都是快的 是是是 对对对 好好好 我真不知道 他是怎么会观察到这些情况的 有的人可能一辈子也注意不到这种问题 他当时才七八岁 有一次 我想再试试他 就问他 我妹妹能不能出国去深造 他骑着小三轮同车 要我和他出去玩 杨子 爸爸跟你说的是正事 你怎么光知道玩 我很不高兴 爸爸别生气 让你跟我去玩 就是我在玩当中 会告诉你姑姑的那些事 他歪着小脑袋 抬眼望着我说 我只好陪他骑三轮 他领我穿过马路 来到一家单位门口 那是个大上坡 上了坡 才能进单位门 他从车子上下来 要推着走 我让他骑着上去 推着他和车子进了大门 那单位的里面 有的路面高 有的路面低 一会儿上坡 一会儿下坡的 他也不着急 悠然自得地骑着 反正上不去坡时有我帮助 该下坡时 他就一个人骑 我不耐烦了 问 你姑姑的事情 到底怎么样 别急吗 来 我告诉你 他压低省你 又向四周看了看 仿佛怕有人听见 泄露了天机似的 见近处无人 这才说 告诉你吧 姑姑这事情 一开始有点闷 但是很费劲 好在有人帮助 问题不大 为什么 我不知他如何 得知这些情况 你看 就像我们刚才 还要进这个门一样 门虽然开着 但在坡上面 想上去还要费劲 可是呢 又有你在后面推我 说明有人帮助他 会是这样 我苦笑着摇摇头道 那到底能不能出去 别着急 事情都有个经过呢 你看 就像这有上坡下坡一样 一会儿顺利 一会儿不顺利 挺费劲 不过一直有人帮忙 杨子不慌不忙 胸中 似乎早已了然一切 不紧不慢地讲着 后来呢 我又问 别急 来咱们 骑着再往前走 他又骑着车子走 绕了许多弯 后来到了一个死胡同里 只好掉头又走回来 接着我们出了大门 穿过马路回家了 爸爸 我告诉你 姑姑的这件事办的时候 他想走的那条路 是走不通的 只好改路 要不然就出不去 他到底能出去不能 我很着急 这关系到妹妹事业的前途 能是能 不过还得回来 出去多长时间 一年 不回来 或时间长点不行吗 我不理解 为什么只能出去一年 国人出去 都想在外面停留久一点 不行 开始只能是一年 回来以后还可以出去吗 杨子原则性很强 从来不会顺着我的意愿讲话 他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 后来事实的发展 完全证实了他预言 1991年9月 妹妹终于经过艰难曲折 办成了出国手续 本来她打算走自费留学的路 但有关部门就是不批准 结果搞了个公派自费 名义上是公家派出的 实际上让你自己出钱 留学的时间定为一年 临近入学日期 手续才办完 慌慌张张路过西安 到家里看望了父母亲和其他人 准备休息一天 再到北京签证 我一看 离入学期限时间太近 怕来不及 悄悄问了问杨子怎么办 他告诉我 不要让姑姑停 马上就走 我立刻去买了火车票 当夜冒大雨 送他去了北京 走后 我仍不放心 因为误了入学日期 所办的出国手续 就全部作废 得等到来年另行申请 刚刚能赶上 紧张得很 杨子悄悄告诉我 后来妹妹来信说 幸亏当天从西安出发 去了就先找日本使馆签证 本来使馆办公人员已下班了 因他的担保人给使馆打过电话 未等他一个人留有人值班办了签证 接着又为国内其他手续 和机票问题伤脑筋 总算幸运 搞到了入学期限最后一天的机票 次日早晨十点赶到学校 参加了考试 居然还考了第一名 一年学习期很快就满了 本来他申请考博士的导师 以及学校 担保人方面都不成问题 然而国内的原单位 说什么也不同意 只好到期回国 想起这件事 我就感到奇怪 好像杨子每次用的预测方法 都不太一样 看上去很随便 但有时却出奇的灵验 母亲家要搬家时 母亲也让他看一看 能不能分上大一点的房子 连续几次 杨子都是摇头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 奶奶问房子的时候 一个老太太提着水壶往外倒水 刚倒了一点 水壶里的水就没了 这说明是没有大房子的 后来 我明白了占卜上奇门外影的原理 怀疑他用的是奇门外影 或许他无师自通会这种东西 用的根本不是什么超能力 如果是这样 会用外影的人也多得很 他是不是一直在骗我 或者他年龄太小 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爸爸 我没骗人 我脑子里有电视机呢 你问什么 电视机里就演什么 他神秘地说 那为什么我有时问你一些事 你就不知道呢 我不相信 你问那些问题的时候 电视机没调好 是吃吃全是麻点点 或者是线线条条 人的头脸一会就变歪歪的了 像一条线一样 我看不懂吗 他委屈地说 还有 你说的有些事 我根本不懂 当然不知道了 后来 有一次 我带他到C先生家玩 C先生 一见就问羊子的情况 我把羊子的话告诉他 他笑了 我女儿开始也是这样 有时候一件事情过程很长 要看很长时间才知道结果 他后来也变聪明了 只看事情的开头和结尾就省尽了 又快 羊子 以后也要学着这样做 懂吗 嗯 羊子点点头 在别人家里 他显得很听话 不了解的人 都觉得他挺文静 其实是个调皮鬼 羊子 来 C小姐一见 就把羊子领去玩了 他们是好朋友 C小姐 常和羊子交流些什么 他们俩的悄悄话 谁也不知道的 包括父母也不例外 只有天知道 他们说些什么 感谢关注修仙奇缘 请订阅 点赞 转发 打开小铃铛 请继续观看下一集 关于羊子的故事